大家好,北京这边传来了一个内部的比较可靠的消息 说习包子又被人摆了一刀 他心心念的一个牛逼哄哄的计划又给人给戳破了 他的中国梦又戳破了 他的千古一迪的皇上梦又给戳破了 这会儿正在生气呢 说他一直以来呢 为什么他要跟俄罗斯这边走这么近呢 为什么要卯族进来要支持俄罗斯呢 他其实是把俄罗斯当枪使 这家伙还挺坏 俄罗斯打乌克兰嘛 俄罗斯这边没钱嘛 是吧 完了以后 中国这边好久好久没有打仗了嘛 你说共产党从七十年代开始打过一场越战 那个年代的事情 土的掉渣的时候是不是 后来就没有打过仗 军队都是一帮贪官 说共产党的高层呢 对于中国人民土工军呢 他是完全没有底气的 不知道支持军队的道理能不能打仗 理论上讲的话 没有一个腐败之军能够打仗的 对吧 说军方也不想打仗 但是习包子呢又想搞 然后呢所有人就劝习包子不要打 不要打台湾 不要打钓鱼岛 不要打印度 不要打菲律宾 打不营地 但是习包子不信 后来呢他们就说找了一折中的方法 就是让我们的军队 让我们的武器 让我们的装备 去这个俄乌战场去试一下呗 看行不行 是不是 如果说俄罗斯都搞不定乌克兰的话 那我们就算了 就别搞了 就关起门来天天撸袖子 关起门来天天睡 姑娘喝毛她就得了 是不是 如果俄罗斯所向披靡 如果俄罗斯一歇千里 如果俄罗斯这个乘风破浪 那土工中国的话 反过来再攻台湾 攻钓鱼岛 攻印度 攻菲律宾 那不分分钟的事情啊 因为你今天 你帮了俄罗斯 俄罗斯在你土工中国 在打的时候 土工中国的俄罗斯的后方嘛 是不是 不是说过一句话吗 习包子亲自说的 说一旦战争打响 俄罗斯是我们强大的根据地 说了这么一句话 挺有意思的啊 想还想的挺好 其实他是把俄罗斯当枪使 把俄乌战场呢 当成练兵场 说他现在派出去的 什么武器呢 这个东西啊 就是你 你这个上来军用核弹 那肯定是不行的 你有核弹 人家也有核弹 是不是 那核弹这个东西 我们说了无数次 它是个双方用来 就是防止啊 最后走向毁灭的 这么一个什么 一个平衡器啊 你也有 我也有 是不是 你把我杀掉一万人 我把他杀掉一亿人 是吧 最后的话 还是美国老鹰 还是欧洲野人 人家的技术比你高 是不是 你所以你这个东西 虽然你的人多不值钱啊 全是韭菜 全是屌丝 全是屁民 死了 就白死了 但是问题是把你死光了 最后死到你细胞的头上 也不是个办法嘛 那没用的 完了以后 就是火箭这个东西呢 也是在考导弹的 是不是 导弹这个东西呢 你也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导弹 你 你是需要导航的 对吧 完了以后 你如果是在空中 飞飞飞到你细胞子的裤裆里面 飞到中南海 那麻烦了 是不是前两天 不是说传出两起导弹 在空中飞飞飞 这个什么导航失灵 然后掉到燕焦了吗 说这是真事 最后细胞子 经过俄乌战争 这一两年的 就是实验 这个 汤了这么一汤水 就得出一个结论 就现在中国土工啊 土工中国啊 最管用的武器是什么 它是无人机 无人机 每一颗无人机 都是一个战士 那你想想 中国这么大一个 生产的能力 中国的无人机 成万 成万 成十万 二十万的 派到俄罗斯 这个无人机 就乌样乌样 像苍蝇一样的 飞到乌克兰 你防不身防 每一颗无人机 它是叫做什么的 就去了以后 它就不打算回来 人海战术 现在是无人机海战术 就这么一个意思 说这个东西管用 特别管用 所以细胞子 有一个牛逼轰轰的计划 就是说 如果攻台湾 你靠船把解放军的炮灰用过去 这个你别说到中线了 你还没人还没到这个金门 是吧 船还没到金门 直接就给你轰死了 人家美国的 日本的菲律宾的 澳大利亚的 加拿大的 所有的倒台都伺候着你 你一旦过了线 立马就给你轰了 你绝对过不去 不可能 这个海峡太难了 绝无可能 然后就飞机 飞机你舰20 坚30 坚35 强劲的坚 不是坚密的坚 错了 不是坚密的坚 而是强劲的坚 不是强劲的坚 而是坚密的坚 没用 人家的F16 是吧 人家的F20 人家的F35 随时等着你 纷纷搞死你 他们说 中国的飞机 如果从厦门这边 从福建这边起飞的话 一分钟 人家这边的 日本的 现在的 关岛的 然后菲律宾的 甚至包括越南的 我跟你说 澳大利亚的飞机 周边的地方 都会动起来 随时弄死你 你打飞机也不行 打飞机也不行 打什么航空母舰 你这是扯淡的 也不行 最后习包子 他们有一个惊人的计划 习包子非常的高兴 就指望这个的 就是无人机战术 以前叫人海战术 就是无人机海战术 而且都是有去无回的 美国佬的无人机 是去了以后还回来的 人家高级是不是 那中国的这个无人机 牛逼啊 就这个事 习包子搞得特别的自信 五个自信 六个自信 一个方面呢 把俄罗斯当枪使 一个方面呢 然后把乌克兰 当这个什么武器的实验场 然后他为什么要派兵呢 你说是不是 为什么说要这么竭尽全力的 要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呢 他是这么两个目的 派了相当多的军人过去了 派了相当多的武器过去了 而其中派的最多的武器 就是无人机 结果这两天说军方有个科学家 把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东西啊 就给他捅破了 就军方就跟习主席就说了实话了 说老板啊 皇上啊 我们的无人机也不行 是不是 我们的无人机也是被人卡脖子的 我们的无人机并不是完全国产化 因为这个东西小嘛 这么大一点点 是不是 他能有多大呢 是不是什么大疆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 那个无人机的特别多 细胞子以为他个小 技术含量比较低 说中国已经有完全实现的国产化了 所有的核心技术都在自己的手上 细胞子特别自信 只要你想想 如果拍一亿这个无人机 乌样乌样的跟苍蝇一样的飞到台湾去 或者跟苍蝇一样的飞到钓鱼岛去 那岂不是大活全胜吗 跟苍蝇一样的飞到菲律宾去 那不大活全胜吗 是不是 结果军方的人科学下 就是说老大呀 我们要面对真相 我们要直面事实 中国的无人机也不是全球领先 不要听他们跟你吹牛逼 不要听他们跟你汇报的情报 都是一个假情报 因为中国现在就是吹牛逼嘛 说有两个东西是全球领先的 什么美国欧洲日本什么的以色列都弱爆了 一个就是电动骑车 弯道超车牛逼哄哄 一个就无人机 就这么两个东西 是吧 据说现在中国的电动骑车全球领先 什么保时捷 什么奔驰宝马 什么福特 你就歇吧 是不是 我跟你说 这是统一的这么一个宣传 还有这个无人机遥遥领先 电动车是基本领先 中国的无人机是遥遥领先 根本就别人跟中国没法比 现在整个俄罗斯这边 为什么乌克兰反击搞不赢 是吧 两个方面处在胶着的状态 其实你自己想想 这是假情报带来的幻觉 你说俄罗斯据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第二军事大国 你收拾这么一个小小的乌克兰 是不是 你都打了两年 你根本打不下来 然后那以后你还吹牛逼 是不是 而且其中你还是主要是靠中国人来支持你 你算哪根葱啊 是不是 就是一坨无人机 就这么一个情况 说这个中国的无人机 根本不是遥遥领先 好吗 根本不是什么国产化 说里面的零部件有11.40% 来自于日本 有51.40%来自于美国 无人机的这个中控系统 是美国一家什么叫做 Wild Beast公司的一个什么 HOMO的系统 中国的所谓遥遥领先的无人机 系统加里面部件 加起来所有的组件吧 98%都是进口的 中国呢 就是外面刷点油漆 念这个无人机的外面的壳 都是进口的 外面估计搞了一油漆 然后贴了一个图案 是不是 上面的这个什么 螺旋桨全都是进口的 就这么一个东西 你怎么搞啊 分分钟卡你的脖子 而且你的系统 人家可以 他们科学家说的 说你这个无人机在天空飞 美国的这个系统公司 它可以一键就是回撤 就让你所有的这个无人机 从天上掉下来 轻刻之间掉到海里面 毛用都没有 有点像我们在看这个什么 这个托尔金老师的这个武军大战 是不是 这个叫做什么 魔戒里面的 一对乌洋乌洋的 一对一对鬼魂 是吧 或者一对魔鬼的军队 一对机器人 突然之间就原地就倒下了 为什么 因为中空系统 因为那个天空中的那个魔鬼之眼 被干死了 所以整个系统完全就坍塌了 然后一下子就变成屌丝了 他们不管用 习包子最近终于知道真相了 这就是为什么 习包子最近要见马英九的原因 很有意思的 他们说北京这边 马英九这边 习包子到底是贱还是不贱 贱了马英九 说明习包子就不打算打台湾了 真的 因为习包子意识到打不过 自己的家伙事不行 是吧 如果不见 见面肯定要打台湾了 就成这个耐心得老师 就任总统的前后要打台湾的 要吹一口气 最近见了马英九 说明就是知道自己打不过 知道自己手上没有真功夫 所有的东西都是扯淡的 都是下面的人在骗他 所以他为什么如此高调的 接见一个马英九 你说马英九 我这个人他是个退休都八年的 这么一个前总统 这个普通人 是不是 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他有什么用呢 巨大的真相 就告诉你 见了马英九 习包子终于向世界认怂了 打不过台湾的 放心吧 谢谢